米昂来武装撕毁合约,引发了新的战事,据果敢资讯网报道,米昂来武装战机轰炸了同盟军的防区,导致老乡堂一线开始爆发战事。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 缅甸方面披露,缅甸军政府和三兄弟其实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停火协调,并愿意把果敢纳入同盟军管理并自制。 更答应打击老街的电炸集团,将四大家族承之于法。 以此实现缅北的长治久安。 不曾想和谈刚刚才谈会,就疑似被缅甸军政府最高领导人米昂来撕毁。 至于米昂来为什么要撕毁来之不易的和谈? 缅甸方面媒体没有做出详细的分析,只是说原因是复杂的,多方性的。 但是,缅甸方面媒体最后提到一点,就是称米昂来定力不够,极有可能错判的形式。 缅军拒绝停火,派轰炸机狂炸23小时。 米昂来政府的嘴脸其实早已经有了相关苗头。 在中缅联合打击电炸犯罪势力时,面对势力不大的明家犯罪团伙, 米昂来政府积极表现,派出相关部队配合中方的行动。 在中国提出追捕后,明家人自杀的自杀,遣送到中国的遣送中国。 其行动速度之快,让人叹为观止。 此时很多人还以为米昂来政府认识到电炸对中年两国人民的伤害, 实际上却是缅甸军政府以放弃部分人来换取中国的认可。 我们可以来看看近期中国警方再次发布的通缉令。 12月10号发布的消息,如今十天过去了。 一向行动迅速的米昂来政府却在此时已然毫无动静。 难道是这些势力比较强大吗? 很显然并不是。 因为在米昂来政府看来,这些势力有更大的利用价值, 如果放弃,在他们看来要付出的代价更大。 我们可以看到,同盟军和缅甸军政府核心争议区域在老街范围。 这一区域同盟军等势力一直包围着,却并没有贸然发动大规模攻击。 其主要原因是这里的巷战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, 对此米昂来政府也知道。 因此,他希望这一地区可以消耗更多的同盟军的有生力量, 又希望可以避免自己付出更多的代价。 因此米昂来政府对这一地区中国通缉的四大家族并没有动手, 而是起了坐山光虎斗的心思。 四大家族在明家落网之后,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。 因此面对同盟军的进攻,他们必然是全力以赴地进行防守。 因此,在缅甸军政府看中的老街区域, 特意放着四大家族不做处理,完全无视了中国发出的通缉令, 利用四大家族的势力来消耗同盟军的力量。 最后,缅甸军政府在坐收渔翁之力。 缅甸的局势因为米昂来政府的肆意妄为变得更加混乱起来。 米昂来这个靠着军阀起来的人物, 清楚如何利用各方势力的斡旋来换取自己的最大利益。 但是,这样极致的利己主义很明显是伤害到在战乱中的缅甸人民。 更伤害到周围国家的利益。 米昂来掌权缅甸两年,做了什么? 说起来,米昂来可谓是在缅甸内外都饱含争议的人物。 在2021年前,昂山速季的民盟政府风头正盛,他们受到西方支持。 国内各势力也尊重民主改革,但突然跳出来的米昂来推翻昂山,重建起军政府,让缅军成为重使之地。 虽然米昂来开缅甸的历史倒车,但东南亚国家对他很客气,因为米昂来多年前曾掌控金三角,打击当地的犯罪集团颇有成效。 由于米昂来曾在缅北地区带兵,缅北各族对米昂来都很提防,更何况他在2009年打了果敢战役赶走了果敢王彤家生,奠定了他在军队的地位。 而自政变上台以来,米昂来执掌军政府稳定全国,虽然各地小麻烦不断,但下缅甸地区歌舞升平和邻国关系和睦,缅族人对其评价很高。 米昂来可能没想到,十几年过去了,他大权在握,但当初平定的果敢又成为他的麻烦。 因电诈猖獗,果敢成为众矢之地,2023年果敢同盟军反攻果敢,把当地四大家族和缅军打得一败涂地。 那么,米昂来是怎么崛起的? 他上台两年来,主要在忙什么,面对缅北的电诈犯罪肆虐,米昂来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? 丹瑞将军的清点接班人,米昂来。 米昂来的崛起,和缅甸军政府的臣服,是绕不开的。 20世纪末,缅甸经济凋敝,国内矛盾尖锐,民众对军政府独裁者奈温将军的不满与日俱增。 面对多次席卷各界的民主化运动,80年代末,奈温将军退隐,昂山素季为首的缅甸民主派政客,军人组成民主联盟,要向军政府夺权。 1989年,昂山素季突然被政府软禁,但1990年的大选还是民盟高票获胜,此次大选的结果让军政府无法接受。 军政府在苏茂大将率领下拒绝承认大选结果,继续军政府统治。 军政府不承认大选结果,放不下政权,归根结底是放不下财权,也害怕被清算。 毕竟当年的军政府在台上没少干祸害人的勾当,而苏茂将军之后,是丹睿将军控制军政府。 此时,缅军内部人才凋零,在建国前出生的老将所剩无几,建国后的年轻一代人却很少有得到领袖青睐的好苗子。 正在一阶段,外表文弱,学过法律,当过参谋的敏昂来义军突起,被丹睿将军赏识,此人戴着眼镜,喜欢微笑,后来被西方称为微笑先生。 2008年,敏昂来少将在东北第二特战局,相当于我国的军区当局长,负责善邦的军事活动。 4年8月,在敏昂来的部署下,缅军以检查兵工厂为理由进入国杆,和彭家生对抗,随后国杆爆发局部冲突,缅军一战打败彭家生,控制了国杆。 要知道,自从缅甸独立开始,缅军装备,训练二流,指挥官的水平也乏善可陈。 缅军在缅北的活动,都是以挨奏居多,和明帝五的冲突,输多赢少。 在当地,缅军先败给从中国败退南下的国军残军,后败给缅供,最后败给缅供分化出的明帝五,可谓颜面尽失。 在如此背景下,缅昂来的战绩可谓是震惊缅甸内外。 另一方面,一般来说,小国的军人能去外国留学,尤其是西方留学,素质就不会太差。 但缅军和全世界的关系都不好,军人没处去,就在国内自己摸索。 在这种条件下,缅昂来能打败当年在缅供中赫赫有名的彭家生。 收复果敢,证明他的才能出类拔萃。 见缅昂来打出如此成绩,丹瑞将军喜出望外,直接把缅昂来提拔为中将。 2010年,缅昂来又当了缅甸总参谋长,等于认可他来领导军队。 2011年丹瑞退休,缅昂来担任三军司令,成为缅军第一位建国后出生的军队司令。 彼时,缅甸已经完成大选,吴登胜带领文官组成政府,缅昂来外表上和政府合作很深,但对民盟和昂山素季一直不信任。 2020年,宁蒙政府要修宪,随后缅昂来发动政变,于2021年初重新建立军政府。 由于民选政府手上没有武力,宁昂来的政变十分顺利,军队开入内比都和仰光,政变兵不血刃。 各邻国也对缅甸政变见怪不怪,军政府向各国大使通报了消息,除了西方各国批评外,邻国都相安无事。 鉴于缅甸在全球市场的窘况,早在2015年,宁蒙政府就已经对经济举措无力,最后居然想对军队控制的大型企业开刀,这才酿成了后面宁昂来和军队的政变。 宁昂来上台后,叫停了政府的修宪以及对军队产业的扒皮,重新把经济带到出口上。 之后,缅甸政府和友好国家深入交流,继续出口原材料,俄罗斯、东欧诸国、东亚诸国都挺捧场。 宁昂来没有走前任军政府领袖闭关的老路,而是从东亚和东南亚引进外资,尤其重视和中国合作,在一带一路计划里扮演了角色。 民主政府时期的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无火如荼,宁昂来政府也在继续推进。 2021年政变后,其施工进度还有所加快。 2022年,俄乌战争爆发,世界油价,粮价都发生动荡。 这可让缅甸看到了机会,缅甸本身是国际重要粮食出口国。 而俄乌那边的供应出问题后,西欧国家着急了。 当时,西欧国家跟着美国制裁缅甸,但物质的缺乏美国可解决不了。 于是,缅甸军政府向欧洲出口大量大米。 欧盟国家争相购买数千吨大米弥补东欧粮食出口的空白。 出口粮食和吸引投资让缅甸经济稍有好转,但毕竟全球疫情大危机并未解除。 加上各地明第五反对军政府,米洋来政府的经济压力还是很大。 这时候,就有一个灰色产业和内比多连上了线,网赌和诈骗。 这些产业针对整个东亚地区进行诈骗。 有负责中国,日本的,也有负责马来,印尼,新加坡,越南的,当地电炸背后都有地方军阀保护,缅甸政府自称无力管辖。